春日美食节和救物节在湾仔会展举行 超过500个参展商参展 由参展商对萧晴乐观 也有市民表示长假期要留港 更加愿意消费 会展这里一早就带牌长龙等入场 准备在春日美食和救物节血拼 没什么地方去 走走看有什么适合的 就买一点 要花多少钱 两三千左右 在店铺有什么货种我们有兴趣 我们才会再看看会否多花点 没什么特别要去限制 一年五日举行的美食节 到处都人头涌涌 美酒、海味、冷藏食品等等应有尽有 不少人入场没多久已经大有收获 有进口食品参展商就说 因为疫情 之前多个大型展览都要取消又或者延期 团积了货 展期首日已经推出优惠级客 对销情乐观 大家都没得去出外旅行去购物 应该见现在的状况的话 都应该会不错的 销情 预计哪个外型的产品会最畅销呢 我想是海产类 日本的海产类 还有我们西班牙的火腿 不过有熟食参展商就大探生意难做 因为场地不准饮食 是很大影响 人们每个人来就问 是否有没有在这儿死 说不就每个人都走 预计今天会不会有机会要亏 应该会的 希望大会看看可不可以安排一些桌子 四人一张桌子 展期四日的购物节主要是卖美容 保健 婴儿用品等等 今年亦第一次设有消毒防疫用品区 而在会场外 亦设有这些全新消毒机 被市民看展览期间 亦可以消毒一下 安心一点 无线电视机者 零出音笋